来来来,Alice & Witter今天要做粒豆油冰皮月饼 我们先来准备熟粉 把四分之一杯的糯米粉放入烤箱 300分钟或者150小时烤15到20分钟 冰皮的部分我们用到有粘米粉、糯米粉和澄粉 还有炼乳、糖、粉、清水和油 把所有的粉类过筛打入蒸盘里 加入炼乳和清水搅拌均匀 再加入30克的油 搅拌均匀 搅拌到没有颗粒,然后我们过筛 我通常过筛两次 盖上保鲜膜放入蒸笼里 蒸笼的水是沸腾的,然后我们用大火蒸25分钟 把粒豆油分成18个等分,每个等分25克 盖上保鲜膜 25分钟后把蒸熟的粉团取出 粉团降温后我们需要把这些油都揉进粉团里 先用筷子把粉团分割成小份 用抹包把粘在周边和底部的粉团 从盘里分离出来 盖上保鲜膜放凉20分钟 20分钟后,粉团还是微微的烫手 我们得称这个时候赶快揉面 用又揉又搓的手法 把盘里的油都揉进面团里 继续揉面5-8分钟 把面团揉捏到光泽顺滑 面团是很有弹性和一定点沾手 一定要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 使用50克的模具 这个食谱可以做18个月饼 一份饼皮是25克 如果要做不同口味或者不同颜色的月饼 把所需的面团分量分割出来 然后把香精或者濕素揉捏进面团里 芝属口味的也可以用少许的芝属泥来混合 把300克原味白色的饼皮分割出来 要用白色来做手工叶饼 还有白兔叶饼 而且如果你的颜色调得太深 你可以用白色来中和一下 准备熟糯米粉做手粉 把25克的饼皮滚成圆形 用手掌焊压面皮 把周边按得比中心薄一些 放入绿豆油或者其他馅料 饼皮包住馅料 把下锤的饼皮慢慢往内推 把饼皮翻过来朝上 利用柿子和拇指 把饼皮往内推逐渐收口 收口一定要密封 然后把面团滚成长圆形 可以随意混合和搭配颜色 多尝试就有不同的惊喜 像这个正面和反面的色调都很好看 你也可以在白色的面团 加上一小坨其他颜色的面团 把磨剂按压在熟糯米粉上 面团抹上手粉 滚成长圆形 面团四周都要抹上手粉 把面团放入月饼磨剂中 把月饼磨剂放在桌面上 轻轻按压 再把月饼推出来 脱模 搞定 用毛刷轻轻地把多余的粉清理掉 接下来我们做不用磨剂的手工叶饼 我们先做兔兔叶饼 使用20克的白面团和5克的粉红面团 把两根面团都按扁 粉色要比白色的小 把馅料放在粉红色那一面 白色是外层 包裹做馅料 制造白里透红的颜色 面团撒上手粉 滚成橢圆形 想象兔子的形状 圆滚滚的屁股 尖尖的头 用手指按压两旁 形成脸颊 用锋利的剪刀 剪出兔子两个长耳朵 用黑芝麻做眼睛 用白色小圆球面团做尾巴 用少许的水把面团粘上 可爱的兔兔搞定 接下来做花形手工叶饼 面团使用20克的白面团和5克其他颜色的面团 这样会有白里透色的效果 手法是参考和果汁的做法 尽量使用加重或你可以想象的工具或餐具 面团颜色的比例你也可以随意更改 这个花色比较简单 标记中心分成4个等份 每个等份再分成3份 面团现在一共是12个等份 然后用刀背 把每个等份的线条轻轻按压出来 稍微的整下形 中心可以使用其他颜色的面团点缀一下 搞定 接下来的花形比较复杂一点 标记中心分成4个等份 再把每个部分分成2个等份 面团一共是8个等份 然后用刀背 把每个等份的线条轻轻按压出来 稍微的整下形 使用工具轻轻的把每个部分往外推 交替使用两种不同大小的工具 使用食指防止过推 每隔一个用拇指和四指 轻轻的往中心按压 形成一个尖锐的花瓣 中心可以使用其他颜色的面团点缀一下 搞定 那我们再尝试另一种花样 标记中心分成5个等份 然后用刀背 把每个等份的线条轻轻按压出来 用手指轻轻的把面团往外推 用手指把面团轻轻的往中心按压 形成一个尖锐的花瓣 用色素画出花瓣条纹 使用源头工具 把每个花瓣轻轻往外推 用模型压出花瓣 用水把花瓣粘上 完美 搞定 做好的叶饼要放入冰箱密封冷藏 在冰箱冷藏的叶饼 可以保存一个星期左右 放冷冻可以保存一个月左右 把冷冻的叶饼放在冰箱解冻 1比1 饼皮和类馅完美的比例 完美搞定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下次见拜拜 谢谢观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影片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